全台灣各地淹大水 但是我們的賴清德總統 在這麼多的災區裡面 唯獨去的這個地方 就是高雄市陳其邁 為什麼陳其邁很特別 特別去勘災 看到這個應該是其他的活動 他勘災的這個活動裡面 大家都會馬上連結到一件事情 英系不就在全代會裡面大造反嗎 他第一個衝到的就是陳其邁 尤其大家都在分析說英系造反 都是陳其邁背後在主導的 這個傳聞出來下來之後 地方災情那麼嚴重 屏東的這個災損狀況 其實是最糟糕 最嚴重的 但是他沒有去屏東 他去高雄看陳其邁 而且他笑咪咪的 你看這張照片 他講話笑咪咪 喜滋滋的 他說陳其邁做得很好 充分相關資訊 做好了這一些避災 然後跟陳其邁互動 一前一後 兩個人走在一起黏梯梯的 甚至在這個相關的補足裡面 中央加碼 地方也加碼 淹水50公分以上的 一般市政府是1.5萬 行政院加碼 所以變2萬 變成3.5萬 但如果你是低收入戶的話 再加碼 所以最後累計是4.5萬 等於是賴清德去稱讚陳其邁 還幫他加碼 這個賴清德對他非常滿意 但有一個問題是 賴清德他到美農去的時候 他比了當地的一個 被淹水的地方 他說莫拉克颱風很嚴重 當時是淹一層樓高 但這一次一邊講 一邊比旁邊的牆壁說 我看這一次應該只有30公分 意思是說高雄的製水 這一次顯然非常成功 但我們看到美容旁邊的 看到這個田寮 隨便新聞都寫說 淹到兩層樓高 越世界變成水世界了 難道那個地方 真的沒有淹到30公分嗎 如果他真的沒有淹到30公分 你是故意挑了一個淹的比較少的地方嗎 如果他淹超過30公分 你說他沒有30公分 那這個老闆 這個住家不就拿不到補助嗎 總統你這樣講好嗎 然後當然粉裝上面 大家也開始討論 說雖然他有淹水 因為他的雨量跟莫拉克一樣 但是這樣的雨量一定會淹 只是要看他退得快不快 所以我粉裝對比同樣的地點 比如說這個是在美術館旁邊 中午12點還淹得一塌糊塗 但很快的下午3點的時候就已經退了 但也有人說奇怪了 這一個地方是在 這個明城四路的地點 有人說同一個地點拍過去 這邊的樹是枯的 怎麼另外一個角度拍起來 說他兩點退了 但是這邊的樹卻比較茂密 不過也有人講說 是因為角度的問題 角度跟樓層的關係 大家就會做比對 然後包括國民黨的立委王文輝 說前站預算高雄拿很多 超過了1200億元 高雄市也拿非常非常多 但是同樣的錢砸下去 到底有沒有反映出 相等值的這些治水狀況 阿扁的時候加碼到1160億 馬英九再投入660億 蔡英文動用了1300多億 加起來20年來 中央跟地方治水花了一兆 我們到底有沒有物超所值 請教兵哥 我覺得當然天災有的時候 不是人力所能夠完全防範 你兩天之內下2200公里的雨 那個不管到哪裡都會淹 這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覺得不要故意去混淆數據 這是很討厭的地方 你不能把茂林的雨量 拿來當作古山的雨量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今天大家比較訝異的是 山區雨大 所以淹水這個很正常 偏遠地區也很正常 可是為什麼連豪宅區都會淹水 因為古山區那個地方我去查過 昨天300多公里的雨量 前天400多公里 不是1000多喔 不是 當然不是 那怎麼會跟莫拉克一樣 當然不一樣 莫拉克的時候 你有看到市區淹成這個樣子嗎 好像那個時候在注意到山區 小林村 滅村 市區當時也有淹一部分 他就沒有淹到這麼誇張 古山區那個美術館那邊 是整條變黃河 淹成那麼誇張 然後賴清德居然好意思講說 你只淹到30公分 那個豪宅區那邊 都淹不只30公分了 你知道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片 有那個是幫那種電動機車 我覺得他在幫他打廣告 因為那個騎電動機車 你就直接衝進去了 衝進去居然那車還可以一路動 他說水路兩用 他說淹到肩膀了 你覺得多高 所以真的不要開玩笑 所以這一次可能淹得比上次還嚴重 還是他們特別花了辛苦 找到一個真的只有淹30公分的 我必須這樣說 也許他不是故意的 為什麼 因為總統跟市長會去看的 第一個 他一定是等水退了才會去 水在淹的時候他不會去 第二個他到那邊去的時候 可能就是找一個 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地方給他 所以他未必會知道 也許他未必會知道 可是問題是 你不能只是因為你看了這一間 就說這樣的比較 這樣很低 這不像話 實際上很多地方淹到 將近一層樓高 事實就是這樣 因為每個地方高低不同 你不能夠這樣比 那我們就是要問 你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投入了這麼多的經費 經過了15年 莫拉克到現在15年 15年人類總該進步一點點 結果為什麼看起來 毫無進步可言 所以這是我們應該要去徹底檢討的地方 不要喪事喜辦感而跟真的一樣 我看到民視最誇張了 民視寫一篇新聞標題叫什麼你知道 很多PTT酸民在酸高雄 然後在地人不忍了怒吼 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講說我們也許不是很幸福 但是我們很堅強 你在講什麼 你在說什麼 難道高雄市民只能夠堅強嗎 高雄市民不配擁有幸福嗎 我們投出這麼多錢 都投到水裡頭去了嗎 甚至拜託 既然給人經費 就拜託好好做事情 這件事情大家也非常疑惑 黃捷到底在哪裡 我看到高雄的立委 很多人拍這個短片短影音 還有包括各種勘摘的照片 都會把立委放進去 每一張 比如說你去看邱依穎的臉書 每一張都有邱依穎 各種角度在勘摘的照片 還有包括許志杰也特別拍了REALS 他還直接跟他的選民抱歉 他說我們雖然做得不錯了 但是還沒有做到最好 所以他非常非常努力 各種的方式要告訴大家 我們立委跟蔡民是在一起的 但是黃捷 大家覺得他很會秀的 這一次NO秀 沒有秀出來 沒有跑出來 他所謂的勘摘照片都沒有他 跟他以往作風很不一樣 然後媒體也有發現說 奇怪了 沈柏陽有到日本去 被到日本玩的民眾給發現了 跟他合照 然後王定語 寫的耐人徐衛的一句話說 你們怎麼可以都跑出去了 所以就有網友說 是不是我們的黃捷真的沒有在台灣 黃捷特別講了 他說我們團隊從走到晚都在奔波 不要再噴口水了 真的是 大家很納悶的是既然你在台灣 既然你在高雄 既然你在勘摘 你怎麼不把它PO出來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國民黨在P 說這個治水預算打水漂 民進黨說政治口水不必要 也太不道德 白喬英就問說 怎麼以前要淹的地方 花了那麼多錢治水 照樣會淹的地方還是淹了 那一淹水就有人替韓國瑜暴區 說他當時燈亮水溝通 被大家笑 現在大家都覺得那個都很必要 但韓國瑜非常大方 他說他還是會全力協助這一些 恢復的一些工作 網友說 迴力不要立刻打回來 請教博弈 開美颱風很少台灣中南部 造成嚴重的災害 尤其是高雄淹大水淪為重災區 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 已經淹到 高雄有民眾用養飾 游過馬路 你知道淹得有多深 所以只要是高雄的民進黨立法委員 對市長寶座有想法的人 通通都看災 通通都拍影片 包括你說什麼 邱毅營 賴瑞榮 林黛化 許智傑 全部都有做 但是問題是被綠營戲成 隱藏版的高雄市長候選人 黃潔 這回不見了 消失 人完全沒有出現在現場 只有簡單的說一下 要大家颱風天注意安全 還有說什麼團隊的同仁 都在地方噴波 不要噴政治口水 這很簡單的話 所以我個人認為 黃潔應該就是出國了 我相信這個應該很正常 因為不只他no show 好像還聽說打他的手機 是不同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覺得就出國 你就講就好了 這也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他竟然有雙標的問題 因為他一天到晚 像什麼韓國瑜不開會 韓國瑜在睡午覺 韓國瑜人在哪 結果現在就問 黃潔你在哪 綠營有人在乎雙標嗎 不在乎 也是 他的支持者是綠營 綠營從來就沒有在乎 雙不雙標的問題 有什麼好怕的 你就好好的講 不要讓這些猜來猜去的 我覺得更加沒有意義 所以我不在乎 黃潔有沒有出國 我在乎的是他為什麼沒有拿之前 檢視韓國瑜的標準 來檢視現在的陳其邁 才是重點 別忘記蘇貞昌之前講過 人只要做得好就不淹水 人做不好就淹水 陳其邁還有酸韓國瑜 他說有市長跟沒有市長一樣 按酸韓國瑜那個時候 沒有出現在一些救災的現場 這些東西請問一下 現在發生在高雄了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任何的態度 也沒有任何的話語 包括綠營以前 只要淹水就叫韓國瑜 怎麼樣 下台 現在為什麼陳其邁 沒有人叫他下台 還稱讚他 對 這很暖 這個做了很多 所以我說雙標綠營有人在意嗎 沒有人在意 而且我跟各位報告 制水工程是必須要有專業考量的 像台北因為處於噴地 所以我們會建河邊的堤防 然後會設立很多的抽水站 甚至還有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會定期的疏通水溝 讓它通 不要有泥巴淤積在裡面 但是這一次高雄 台南 拿了治水前瞻的預算 幾乎都給這兩個地方 台北是零 都住了很多 高雄 台南拿這麼多預算的 這些縣市到底住了什麼 完全不知道 我真的拜託問一下 水溝到底有沒有定期去通 不要通通是泥巴爛污 然後你的抽水機有沒有壞掉 不要每次來了大雨了之後 抽水機壞掉 根本水抽不出去 不要花錢去做一些美化工程 景觀工程 而真正最核心 最重要的治水工程 完全就不去做 綠營這些只做表面功夫的做法 我真的認為 結果不但沒有變得更好 重點是當發生災害 遇到問題的時候 造成的結果 造成災難變得更大 因為完全不堪一擊 所以拜託綠營不要只會選舉 不要只會好看美化做宣傳 而是真的做一點時事 好好照顧你們的選民 因為這些支持者你的人 到現在只能夠用剛剛賓哥講的 堅強一點 清何以堪 當然我們也看到 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賴清德是在英系大造反之後 第一次跟這個 被質疑是一手主導大造反的 陳其邁同台 盛讚他 還支持他 笑咪咪的這樣子 好像這個淹水 他都沒有把這個災情放在心裡 反而覺得高雄市做得很好 同樣 陳其邁跟盧秀營也有一個特別的互動 盧秀營主動的打電話給陳其邁 問說我們台中市的災情 相對比較不嚴重 你需不需要我們支援 需不需要我們幫忙 盧秀營說我們有餘力 其他的縣市淹掉一大半 可能需要幫忙這樣 陳其邁他也證實 他接招也接得很順 他說證實跟盧秀營有通過電話 那確實有不夠的話 他隨時會跟盧秀營保持聯絡 不會避談或閃談 或甚至酸酸的都沒有 兩個互動感覺就很上道 一點都不埋目 但有一個人被講很白目 白目是誰 衛福部長邱太元 一般我們如果在講 台方期間醫生 醫院很辛苦 服務完全不中斷 我們是不是應該派一下人家救護 或者是醫護人員 或者護理師 任何一個人 再不然就醫院外觀 你說不要有牽涉到人 怎麼會是衛福部長的形象照 而且好像不知道的話 以為他要選舉這樣子 所以網友在罵說真的很糟糕 完全是在收割 然後包括蘇一峰醫師 他也告訴大家 大家都很辛苦 拚命 結果就直接被你收割過去了 柏伊怎麼看 我覺得老實說 能夠縣市互相的合作是好事 這絕對是應該做的 而且盧媽是不分黨派 不分顏色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對於國民黨而言 我們覺得是贊同這種做法 但是我們也是拜託陳其邁 與其有時間打電話給盧縣 打電話給各個縣市來求救 倒不如平時好好把你的治水工程做好 花一點心力 花一點時間 讓地方上不要 每次只要碰到大雨 一直淹水 還記得韓國瑜院長之前選舉的時候 還有一張照片大家都知道 把這庫館撩起來 在水裡面人家走 涉水 過去這麼多年了 現在情況之後越來越嚴重 一樣像黃河氾濫一般 這些情況我覺得高雄市跟台南市 你們做了真的是不夠好 然後最妙的就是衛福部長邱泰源 感覺起來他真的是陳時中的低傳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不管做什麼重要的事情 先拍美照最重要 拍得佩佩亮亮 感覺起來人模人樣 但問題是有任何的幫助嗎 沒有幫助 大家想看到你是邱泰源 你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PO照片 我強烈建議你去PO一張 你在地方上勘察 包括病房 或者醫護人員關心他們這些照片 都絕對比你PO這種形象照來得好 因為當你PO出這種形象照的時候 我覺得誰最難看 誰最尷尬 是真的基層低線的服務的那些醫療人員 因為他們很努力 沒有時間拍照 結果沒想到所有好的 所有美光燈的焦點 通通都被你高官拿走了 這種情緒的不平等 這種被剝削的感覺 我覺得才是基層他們最大的痛 而且他們最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但很可惜的是 民進黨的高官 從頭到尾都不管這些 他們只管他們自己漂不漂亮 他們只管自己 有沒有受到美光燈的關注 而對於民眾的感受 對於民眾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我覺得對他們而言 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過你怎麼看 這個英系大造反之後 賴清德跟他們同台 跟陳情敗同台 互動也不錯 他把他們捧成那個樣子 你怎麼看 很簡單 對於賴清德而言 還記得中常委一役 賴清德算是失敗的 因為新潮流的人跑票了 造成林警沒有上 所以對於他接下來而言 我相信他的步調有些改變 他一定是希望能夠盡全力的 把所有民黨內部的派系都能夠收攏 而接下來誰能夠挑戰賴清德 而且誰又能夠代表南部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說實話並不是台南市市長黃偉哲 而是陳其邁 也畢竟以陳其邁 他之前的經歷 以他的人望是比較高的 所以賴清德這個時候我覺得 反而選擇一種懷流的政策 因為之前那個鞭子棒子 給誰用掉了 鄭文燦用掉了 所以接下來當然會用一些 比較溫和的狀態 溫和的手法 來收攏其他的一些 民黨內部派系的要角 讓他們現在只要能夠 乖乖的聽命於賴清德 不要有任何的異動 不要讓賴清德 2028的總統的位置 有所動搖 我相信賴清德還是願意 給他們好處吃的 而陳其邁現在老實說 乖乖的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如果畢竟鬧得很難看 鄭文燦的例子就擺在前面 而且以賴清德的狀況 嚴格來說 他連蔡英文都不太給面子 你覺得他會給陳其邁面子嗎 你看陳廷飛的狀況 接下來可能會討論 陳廷飛接下來的台南市長選舉 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賴清德現在高壓手段 有懷流政策 也有強壓政策 重要的一個方向 就是他想要一統民進黨的江湖 接下來甚至要一統 包括在野黨的地位 大家好 我是謝耀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